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欢迎选修用程式为世界献上祝福 软体工程师与公益团体的协作秘诀 我是这门课的讲师DDIO 我们在这门课里面会分享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从个人的实作能力开始 来介绍运算思维会该如何协助公益团体 解决问题 那在后半段呢 我们则会来讲 在你有了一定的个人的实作能力之后 怎么样安排自己的时间 选择合作方式 并来思考如何和公益团体里面的人 一起合作来达成你想要的目标 好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吧 首先在正式开始之前 我们先来谈一下 到底写程式可以做到什么事情 他要怎么样可以做到公益 我这边举两个很经典的例子 来跟大家说明 那第一个的话就是D4SG资料英雄计划 他们是一个每一年以一年为单位 来号召会写程式会处理资料的 这些专业的志工来去协助 不管是台湾的公部门 或者是其他有需要的公益团体 来用他们的资料 来去找出他们现在需要的事情 这边举个例子呢 是法律辅助基金会 他们是一个在台湾 专门无偿的协助 所有需要法律专业协助的人 来提供专业协助的一个团体 那法律辅助基金会在这个案子里面 提供了他们历年的 全台湾的这些法律辅助的申请资料 来让资料英雄的计划 帮他们找出在全台湾 还有哪一些地区 其实是需要法律辅助的资源 但是实际上法律辅助基金会 却很少提供的 那第二个呢 这是人生百味 他们做的一个帮回收 把回收拿给阿公阿嬷的这个网站 那这网站的目的呢 其实是要串联 有资源回收的物品 可以提供的民众 和失荒的 弱势的失荒者的一个系统 来让这些资源回收物品呢 可以很顺利的 很有效率的 可以抵达这些 弱势失荒者的地方 让这个资源 和这个重新的利用呢 可以回到真正需要的人手上 对 那这两个例子呢 其实他们都是透过了 工程师 或者是说程式设计师的专业 那来去找到一个 真实存在的社会问题 那把这两个资源串联起来之后 就可以达到 促进这个公众利益的效果 好 那 但因为我们的这一堂课 要谈的是 个人的实作能力 所以我们会先从程式 本身开始着手 那程式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实就是运算思维 所以我们在第一部分 会来解释运算思维 让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我们怎么样用运算思维 以及程式的能力 来去描述一个问题 和去解决一个问题 那在学会了运算思维之后呢 后面的两部分 只是跟大家讲 除了运算思维之外 我们还需要具备哪些知识和洞见 那才能让今天一个程式 或是一支程式 可以顺利的执行 以及验收 人士如何解决问题 最重要的 就是要学会电脑如何思考 也就是运算思维是什么 运算思维讲的是一种 特殊的思考方式 它在强调的是要如何用电脑的逻辑 而不是人类习惯的思考方式 来去解决问题 所以在里面呢 它会特别去讨论 如何分段拆解一个问题 并在里面找到它的问题 解决的规律 并设计出一个流程 让整个解决问题的过程 是可以重复执行 不管在哪一些电脑上 都会得出相同的结果 这一个就是运算思维 那我们接下来 会使用流程图的工具 来去带大家 去经历 这个如何透过运算思维 掌握我们刚才讲的流程 的一个过程 那大家如果对 更多的运算思维的范例 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参考投影片上面的 两个范例 包含Scritch 以及台湾的团队 自己设计的桌游 叫做海拔 那我们这边 接下来我们就使用 如何修理灯泡 当作流程图的第一个范例 我们在流程图 是一个大家在日常生活中 可能常会看到的一种 描述流程的一个工具 那只是在运算思维里面 我们会特别去定义 流程图里面的不同的元件 以及每个元件可以做到的事情 让它变成是一个更有系统的 表达的方式 所以在流程图里面 我们都会有一个开始的元件 也就是大家看到左上角 如果灯泡不亮的话 我们都是从这个进入点进来 然后来去看如何修理灯泡 所以大家进来之后呢 就会看到可以假设 我们今天灯泡不亮的话 其实我们第一步都会先来看 这颗灯泡是不是有接上电源 如果有的话 那可能就是其他的问题 但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可能就需要先接上电源 那这样子才能来确定 这个灯泡是不是好的 那如果今天有接上电源的话呢 就要来看 那今天灯泡是不是有 已经被烧毁了 如果有烧毁的状况的话 我们就要更换灯泡 不然的话呢 它很有可能就会是灯座的问题 那如果我们不管是更换了灯泡 或者是更换了灯座之后呢 那应该就都可以修理完成 就算是修好一颗灯泡了 对 所以在这个流程图的范例 修理灯泡的范例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一个流程图 我们大概会包含三种 最基本的元件 第一个的话 是方形的起点和终点 那第二个呢 这是圆角 这个呢 是用来描述 我们流程图里面的所有的动作 那最后一个的话 这是产生分叉的 这个决策的元件 它是用灵形来表示的 你可以在刚才灯泡的例子里面看到 灵形的元件呢 就是让流程图可以产生 不同的分支 不同的思考方式 那这个也是设计思考里面的一个关键 因为它有了判断的元件之后 我们就有非常多的可能 来去让一个复杂的问题 描述出不同的思考的路径 好了 在简单讲完我们修理灯泡的例子之后呢 接下来大家就可以来实际动手 自己去画出自己的流程图 我们在这里的第一个练习做的范例是 我们想要去针对全台湾最大的租屋媒合平台 也就是591租屋网 来去下载它里面的出租住宅 那如果有人没有看过591这个网站的话呢 可以点头影片上面的连接 先进去逛一下体验一下 知道一下大概这个网站的内容是长什么样子 那在591租屋网里面 虽然我们这边想要针对的是出租住宅 但是其实里面呢 也会有包含非常多不是住宅的物件 像是比如说停车会或者是工厂 那另外一个591租屋网的特色就是 今天所有的出租住宅 它其实都会共用一些共通的栏位 比如说像是每个月的租金 有付哪些家具 或者是有没有宠物等等 那我们接下来的练习呢 就是要针对591租屋网 那再加上我这边提供给大家的流程图的各个元件 那大家就要来去 去把这些元件呢 放进你的想看中的流程图里面 来看看你能不能够透过这个流程图 下载一键出租出宅 那在练习一里面呢 我们提供了以下的头影片上面看到的这些元件 包含开始和结束 那在动作的部分呢 我们会有打开指定的出租物件的网址 那再来我们当然要把 有了打开网页之后 我们要把这些资料 指定的栏位的资料可以抓下来 并把它存进资料库里面 那在判断的部分呢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我们需要先去判断 这个物件是不是一个住宅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练习一会用到的所有的流程图的元件 你可以直接拿出纸笔画在把流程图画在纸上 那如果你想用电脑操作的话 也可以扫我们头影片上面的QR Code 来去直接复制这一个流程图的范本 来去画出你想要的流程图 好 那接下来给大家五分钟的时间 我们来画出你想象中的流程图吧 希望大家都画得顺利 我这边就提供一个 我的版本的流程图给大家参考 之所以会说是我的版本 是因为其实就算我们都用了同样的流程图的元件 来去描述同样的问题 但其实针对同一个问题 我们其实也可能也会有不同的 操作的流程或是解决的方式来去处理它 那在我的版本里面 我们在开始之后 就会先打开出租物件的网址 因为这个是第一步 因为我们会先需要去得到这个网页 才能够知道这个物件的所有的资讯 那才能来做接下来的操作 那在打开了网页之后 我们这边设计的下一步 是去判断它是不是出租住宅 因为我们只有在它是出租住宅的时候 我们才需要真的去截取它指定的栏位的资料 并把它储存下来 因为它如果是停车位或是工厂的话 其实我们就不需要做这件事情了 那在这个是否出租住宅的判断的原件 执行之后 如果它不是的话 我们当然就可以直接说完成这整个流程 因为我们其实它不是一个出租住宅 我们就不需要去做任何的动作 但它如果是的话 我们就需要去把资料抓出来 并把它存进资料库里面 这样子就会是一个完整的操作流程 那在这个范例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几件事情 第一个是这个流程图的设计的目的 其实就像我们最开始提到的 是为了让不同台的电脑 来操作这个流程都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 所以画流程图的目的 是为了让确定今天的每一步 都是可以顺利的执行 不会有其他的意外 也就是说我们在画流程图的时候 其实可以去思考的事情是 今天会不会有哪一些状况 比如说我们读到了不同类型的物件 会不会就会导致这个流程图 无法去执行 那再来呢 我觉得另外一个有趣的点 大家可以来思考的是 今天我们不同区块对调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比如说我们虽然是否为住宅 是放在这里的第二步 但如果是否为住宅和 比如说右边的指定 截取指定单位的资料 对调的话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要怎么样去调整流程图 让它还是可以顺利的执行下去呢 其实是可以的 那大家可以来思考看看 要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件事情 那第三个观察是 我们在这里画的每一个动作 其实都可以再画出更细的流程 那像我们在这边 虽然呢 你看到的会是一个圆角的动作 但其实在里面呢 可能还会包含更多的细部的动作 甚至是判断的元件 都是有可能的 那但是因为流程图的目的 虽然它画出的是一个电脑思考的流程 但它的读者 也就是我们想要沟通的对象 其实是人 所以呢 在画流程图的时候 适当的去包装我们的元件 让它变成是一个方便沟通 方便让人理解的元素 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流程图的 另外一个重要的观念 也就是回圈 那我们回到一开始灯泡的例子 可能会有的人发现 会有一个问题 是如果今天灯泡之所以不亮 是因为很多个原因造成的话 其实呢 一开始的那个流程图 是没有办法去解决所有的问题的 但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使用回圈的概念 来去处理 我们刚才说的多重问题的一个发生 那我们重新走一遍 这个已经加入回圈概念之后的 修理灯泡流程图 那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进来 会先进入一个判断的元件 叫做灯泡不亮吗 那如果灯泡不亮的话 我们就会进到我们原本设计好的流程图 包含去判断是不是有接上电源 以及灯泡是不是烧毁 现在第一眼看起来 这个灯泡不亮吗的判断的元件呢 可能有点多余 但是如果我们继续往后看 比如说当我们确定它没有接上电源 并接上电源之后呢 其实在有回圈的流程图里面 接上电源之后 它并不会直接跳到修理完成的 结束的这个元件 而是它会回到最开头的 开始修理灯泡 让整个流程可以重新执行一遍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 灯泡不亮吗的功用在哪里了 因为你可以想象 如果我们缺乏了 这一个判断的元件的话呢 我们就会一直卡在 有没有接上电源 那因为它有接上电源 我们就会一直走到下一个动作之后 并回到修理灯泡 但只要加上了灯泡不亮吗 这个判断元件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判断 灯泡是不是已经修好了 那如果修好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进到修理完成 并完成这个流程图 但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可以反复的重新进来 去找出所有灯泡可能不亮的原因 并把它们修好 然后再回到开头 重新判断一点 所以在回圈的概念里面呢 我们一定会看到 第一个是它会 创造出一个可以重复执行的 一个流程 它会有一个开始 并且呢 最后会有一个动作 连回开始 那另外呢 为了让这个回圈 让这个重复执行的逻辑 有一个结束的时间点 所以它必定 会包含一个判断的元件 让它可以跳出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回圈 好 讲完回圈的概念之后呢 我们就回到我们的练习 那这个练习一样 我们是要针对591的出租网 那来去 只是这一次 不一样的是 我们要可以扩充 我们原本的城市 它不只是下载一个物件 一个出租的住宅 而是我们要可以下载 591出租网上的 所有的出租住宅 那我在开始之前 一样给大家一些 前进提要 那591的出租网 大概每一天会有 4万到6万 是一个上万笔的 出租的物件的数量 所以这个数量的等级 其实你是不可能 用人工的方式 去逐一的叫我们的城市 去下载这些资料 那所以去列出这一个 到底有哪一些出租住宅 以及去叫城市 去逐一的下载 这些出租住宅的过程 它本身必须也是一个 可以自动化操作 可以让电脑执行的东西 那在591里面 它会有一个页面 是会逐页的 显示出所有的出租住宅 那你可以想象 它是第一页 它可能会有比如说 第一笔到第五十笔 那第二页呢 就会显示第五十一笔 到第一百笔 这样子逐批逐批的 去显示出所有的物件 好 所以我们在练习二里面呢 除了原本在练习一里面 出现的去下载单一的 出租住宅的原件之外呢 我们这一次就新增了一批原件 来让大家可以去下载 可以去截取我们出租住宅的 这个清单 那我们这边呢 有设计出的新的原件 就包含了 第一个是我们要可以取得 第一页的出租的房屋的列表 那我们有了这个列表之后呢 当然我们就可以逐页的 去取得下一页下一页的列表 那有了列表之后呢 我们也会需要去把这些列表上的资讯 抓出来并把它排入带抓清单里面 那我们有带抓清单之后呢 就要从清单里面 逐一的取出 出租的物件 然后并把它 用我们原本在练习一里面 有的设计好的流程 来去下载下来 对那这些是动作的部分 判断式的部分呢 我们就会需要去判断 是不是还有下一页的列表 以及是不是 还有带出物件的清单 对 好 那以上呢 就是简单讲完 我们所有的需要的动作 以及判断式的元件 那一样 大家可以用纸笔 或者是直接扫描 QRQ的方式 在电脑上面 来把这个流程图画出来 那我们这个练习 一样是五分钟的时间 给大家 那我们练习就开始了 好的 不知道大家练习的怎么样 一样我们在这边呢 是提供给大家一个参考的流程 那我觉得 你们在 大家在思考 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 应该也可以发现 当我们城市 想要做的事情 越来越复杂的时候呢 其实它 这个流程图的变化 或者是 可以排列出来的可能 其实就会更多种 那我们这边呢 就是给大家一个 我的版本的参考流程 好 那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 当然我们会 会先需要去抓出 第一页的出租的列表 并把这一个50间房子呢 放到我们的 带抓清单里面 那接下来呢 我这边的选择是 我们先把所有的 可以抓的出租的物件 全部抓下来 所以我接下来的选择是 先去看 是不是还有下一页的列表 如果有的话呢 我们就会 先取得下一页的列表 把它放入带抓清单里面 之后呢 这边就是一个小的回圈 反复的操作 直到没有下一页的列表为止 那当已经没有下一页 也就是我们全部的出租的物件 的清单都已经抓完之后呢 我们才会进到后面去抓出个别物件的详细资料 的这个回圈里面 那在第二个回圈里面 我们其实就是去沿用了练习一 已经画好的那个流程图 包含我们要打开给定的出租物件 来看是不是住宅 那如果是的话 我们就去把资料抓进资料库里面 那可以发现是 它练习一不同的是 当我们把资料 放进资料库里面之后呢 这里也是一个 这里就变成了一个回圈 因为它就要去回到我们的 第二个判断的元件来去看 是不是还有物件 还没有抓完的 如果有的话 我们要持续的去把它抓完 那当然如果全部的物件 都已经抓完的话 我们就可以结束这个流程图 因为全部的物件 就已经被我们下载下来了 那在练习二的 这个范例里面呢 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几件事情 那而且因为这边就更明显的 可以发现是 今天呢 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这边的选择是 我们是先抓完所有的物件的清单 然后才去把每一个物件的详细的资料 逐一的抓下来 这两个判断是 能不能对调呢 其实是可以的 那我们可以 像是我们可以是 每抓 我们可以先抓一页的出租的列表 就把这一页的出租列表 全部的细节全部都抓出来 等抓完之后呢 再回到下一页的出租列表 来去进行在下一页的抓取的这个动作 所以其实在流程上 这些元件是都可以对调的 那当然他们的背后 就会包含了对系统的假设 以及会有各自的好坏 那接下来第二个问题 我觉得是我们常常在写程式的时候 虽然在逻辑上好像都可以执行 但是呢 当我们碰到真实的状况的时候 可能就会发生一些挑战 是需要去面对的 比如说像是在591的租屋网里面 毕竟这是一个 大家都可以去刊登房屋的系统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 城市在执行 在下载资料的时候 如果有人去刊登了一间新的房子 那这间房子 它通常会出现在 这个列表的比较前面 那这个时候会对城市有什么影响呢 那城市会出错吗 或者是我们会不会漏掉一些其实可以抓得到的 需要抓到的物件 这个问题我觉得就留给大家来思考 那第三个呢 是如果我们今天有很多台电脑要一起分工的话 你觉得这个流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比如说如果今天所有的电脑一起进来执行这个流程 那大家其实我们就会有非常多的电脑 同时去抓了第一页的出租列表 那可以发现这其实是一个重复的动作 那我们要怎么样 让很多台电脑去同时执行同一个流程 但是又可以避免这样的问题呢 那这其实也是在资讯工程 或者是软体工程里面 我们会讨论到的另外一个问题 好了 我们这边讲完了流程图的基本的元素 包含了动作 判断的事 以及回圈 那后面也有提到了一些 我们会在真实的世界里面碰到的挑战 那我们这边可以再举几个例子给大家 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是真的想要写这机器人 去下载591的资料的话 其实还会碰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我们想要做的不只是去抓单日的资料 而是去抓 我们想要去累积一个更大的出租的资料库 要去检查 每天尚未出租的住宅 有哪一些状况有更新的呢 的话呢 那其实就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啦 因为包含是 比如说我们的刚才的出租列表里面 可能其实有一些物件 是因为已经被刊登者下架了 是抓不到的 这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知道 我们要抓哪些物件呢 那另外一个是从数据上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591出租网里面 大概每天会新增 或是标准以出租的物件 大概各有4000笔 所以虽然总量是不变的 但是我们每天的出租列表 是会持续更新的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就会碰到各种 我们在处理真实世界问题的时候 会碰到的挑战 比如说我们要怎么样 把资料储存下来 但是又可以用一个很方便的方式 可以去检索出我们想要的资料 那第二个是 今天这个清单 就像刚才讲的 我们每天会累积 4万到6万笔的资料 并且会持续的扩大 我们要怎么样去建立出一个 很有效率的方式 来去更新 我们每天需要去抓取的 出租物件的清单 那再来第三个 是一个更后面的问题 我们今天要怎么样去发现 我们刚才讲的这些挑战 它是一个真的挑战呢 那这个东西其实也是 一个在写程式的时候 我们会需要去学习的东西 透过前面的练习 我们学习到了运算思维的各种基本的元素 包含了动作判断以及维权 那也算是完成了运算思维的基础入门 那在这边我们有几点想要提醒大家 关于运算思维的事情 第一个运算思维是一种电脑的思考的逻辑 那它是思考方式的其中一种 但不是唯一一种 第二个 虽然我们在举的例子 很多都和程式有关 但其实不写程式也可以使用运算思维 像是我们的范例如何使用灯泡 它就是一个可以拿来交接给不同人的例子 那大家在编辑四串表的程式 或是比如说设计活动的报道流程的时候 其实运算思维都会是一个很好的 协助大家沟通的工具 那谈到运算思维 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想到软体工程师 那可能会有很多人问 如果我想做软体工程师的话 我应该先学网页AI 还是我要先做哪一种软体工程师呢 那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是 创作创造了作业系统的人 他并不会自称自己是任体工程师 虽然任体工程师的工作 其实就是去维护或修改作业系统的一部分 因为像网页AI这些分类 其实它都是兴趣和选择 但它不应该是停止你尝试其他领域的理由 所以简单来说 如果你对软体工程师有兴趣的话呢 就先从你喜欢的那一个事情开始练习吧 那最后我们在这个单元有非常多的开放练习 那练习里面也有提过是 所有的流程呢 它都不只有一种答案 所以欢迎你分享你的练习成果 来让大家一起讨论吧 在学会运算思维 能够清楚地描述一支程式如何执行之后 其实还不算真的写完一支程式 因为在程式开始之前 以及写完程式之后 还有一些事情是需要处理 才算完成一支程式 那在这一个段落 我们就来跟大家介绍 要写出一支程式 还需要哪一些能力 做完哪一些事情 那在前半段的练习里面 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我们一直需要去下载 出租物件 出租房屋的资料呢 其实这些需求 是来自于一个真实的 在G0V的提案 也就是薪资与租屋居住品质 关联调查 它是由台湾的一个劳工运动的团体 叫做劳工政线 所提出的一个 在G0V提出的提案 那它的目标呢 是想要了解台湾的 六都里面的弱势的租屋的处境 那为了了解弱势租屋处境 它就需要全面的租屋资料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们才会需要去写机器人 然后去全台湾最大的租屋网站 来去下载完整的租屋的资料 那在那个时候 在劳工政线提案的时候呢 其实大概有半年的时间 我们是要去下载完这些 不只要下载完这些资料 而且我们还需要在这个时间之前呢 可以去提供一份研究报告 对 讲到这边 大家可以来试着思考一下 如果今天你是劳工政线提案的人的话 那除了去找工程师来去协助你写出程式之外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 是不用靠写出像我们刚才在练习里面提到的那些程式 就可以达到目标的呢 好 那假设如果我们最后的决定是要写程式的话 其实就像刚才说的 还有非常多除了我们写出程式的流程和逻辑之外 还有很多要做的事情 包含比如说 我们要怎么验证我们的程式是对的呢 因为虽然住宅 出租住宅有非常多共通的栏位 但其实每一间住宅 它会提供的网页的显示的 而内容还是不太一样的 那它会有非常多种特例 我们要怎么样去 我们不能说因为今天程式可以去下载某一间房子 它就可以下载所有的房子 那我们要怎么样确定 这件事情是真的可以通用到 所有的591的出租上面的物件的呢 那第二个 因为在这个研究案里面 我们需要的是累积长期的资料 所以就像在上一个段落 我们提到的开放练习一样 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去累积每一天的资料 把资料合并 而且要用一个很有效率的方式去处理这些资料呢 那再来 如果我们写出了这样的程式 我们要怎么用怎么样的方式去模拟它 它一定要真的放进几万笔的资料 才可以模拟这些问题吗 那最后是就算我们真的在事前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常常发生的一件事情是很多的错误 是你真的实际开始去接收真实的资料之后 才会发生的 那在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是在开始分析资料 比如说程式资料抓完了一个月之后 才发现问题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打造一个时光机 可以回到抓资料的那个时候来重新去处理一次资料呢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让一个程式 真的变成一个可以解决真实的问题的很重要的一些工作 程式写完其实并不代表它就可以达成目标 因为就算你程式的逻辑非常的完美 就像刚才讲的 当你碰到真实世界的状况的时候 你也会需要去调整 所以其实我们在写程式里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 它会需要定期会不断的滚动调整 因为我们程式写出来之后 为了符合真实世界的应用 它是一个 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它会需要不断调整的东西 才可以去符合提案的目标 那再来第二个 我觉得在写程式的时候 大家可能常常会有一个想法是 我要写出完美的程式 那才可以提供给需要的人 但其实就这个案例来说 其实调查的结论 虽然它会需要拿到完美的资料 才可以来做分析 但如果我们是前期的探索调查的话 其实是不需要完美的资料的 也就是说 其实像在这个案子里面 我们不一定要把程式全部写完 然后问题全部找到之后 才把这段程式和资料交给提案的人 来去处理 对 那关于大家如果对这个案子 或是这个范例的细节 有兴趣的话呢 请大家可以就看投影片上面的连结 那所有的这些详细的思考的流程 我们都有放在2018的G0V的沙米的 这一个演讲里面 使用预算思维设计出的思考流程 并不一能保证 这样的流程就可以解决专案 所面对的问题 在这个段落里面 我们将来介绍如何思考一个专案 应该有哪一些内容 以及在有这样的思考之后 能够如何帮助让我们设计出 真的可以解决这个专案问题的程式 在描述一个专案的时候 我们这边将采用Blulu Gamma的架构 来跟大家介绍 怎么样用生命周期的概念 来去描述一个专案的轮廓 但在开始之前 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是 写程式是专案里面一部分 它虽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但是其实我们也只是专案的 其中之一而已 我们常常在一个 会需要写程式的专案里面 会看到的状况是 对大家来说 可能这个专案的工作 就是执行 也就是我们可能俗称 就是我们会叫它说 我们就找工程师来 做一个网站就好了 但这样子做下去之后 常常会发现 大家对这个网站的想象 其实都不一样 那会造成很多 然后网站做出来之后 的非常多的不同的落差 那有的人会说 既然我们不能直接开始做网站 那我们就来找设计师 或是我们找提案人 来把规格写一写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找工程师来 那把它执行出来 做成一个网站啦 但是其实一个完整的数位专案的生命周期 除了规划和执行之外 它的开头是必须要有一个清楚的提问 来让大家知道问题的全貌 而且在执行完毕之后 我们也需要一定要有一个检讨的过程 来让大家厘清今天结果以及目标中间有怎么样的落差 来方便做后续的调整 所以在提问的时候 我们要做到的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们要提出一个具体的问题 而且我们要去分析背后可能有哪些原因 最好我们还要可以讲出 今天这个专案会影响到哪一些人 是会给哪一些人用的 那这些资讯其实都是在去协助参与这个专案制作的人 不管他是工程师 他是专案经理 还是他是提案人都可以去了解这个专案的最大的目标是什么 这样子大家在意见有冲突的时候 才会有一个同样的基础可以来论对 那在检讨的部分呢 我们会需要问的就是 当我们执行完的这个结果 有没有去回答我们原本的提问 或是最开始的规划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有没有哪一步的流程是不对劲的 那最后检讨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要决定出下一步的工作是什么 这样子我们才能有具体的行动方案 可以来持续修改和改进这个数位专案 以上讲的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例子 在那个想象里面 我们从一开始的提问 接下来规划到执行 最后有一个检讨之后 好像这个专案就已经有一个完美的收尾 可以等待下一次机会来继续改进它 但是在现实的数位专案里面呢 我们常常看到的情况是 我们在规划之后就是不断的执行 因为常常会有比如说提案的人 或者是我们说老板 常常会说 我想要多加怎么样的功能进去 或者是在执行的时候 常常会出现很多原本预料不到的状况 导致执行的进度不断的拖延 那这些其实都是在我们常见的 写程式的这样的数位专案里面 会碰到的状况 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常常是因为我们想做的事情 和原本的目标之间有一段落差 那当我们出现了新的需求 或是新的解法的时候 也没有给彼此一些空间以及时间 去核对这样的新的改变 是否符合我们原本的目标 所以一种务实的解法就是 我们并不要预期这一个专案呢 会在一轮的一个生命周期里面 就可以完美的达到我们所想做的事情 我们可以先去区分哪一些要做的事情 或是哪一些目标 是我们最重要 最需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去验证的 我们透过小规模的实验 让数位专案的生命周期 可以成为是非常多个循环 所以我们可以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 就先透过规划来去执行出 做出最重要的需要验证的那些题目 再透过检讨来去决定下一步 应该要多做哪一些事情 或是要修正哪一些我们原本的规划 那再进行下一轮 再走过下一轮的生命周期 透过这种小规模实验 那分阶段我们透过比较短的周期 发布周期的方式来去进行数位专案 就可以解决我们刚才讲的需求不断改变 以及大家的目标无法提清这样的问题 讲完了生命周期的概念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用前面提到的 薪资与租屋居住品质关联调查的这个专案 来带大家练习一下怎么样透过专案生命周期的概念 来去思考在这个专案里面 我们要做哪一些事情 那在这个练习里面呢 请大家依序的写出专案生命周期里面的前三步 也就是提问规划和执行里面需要考虑的事情 那如果有余裕的话 你也可以来思考一下 在如何在这个专案里面去写出一个务实的生命周期 也就是我们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应该要做哪一些事情 要怎么样去规划一个小规模的验证 才可以逐步的让这个专案迈向完整的一个答案 好 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大家 我们五分钟之后可以再回来 哈喽 不知道你写到了生命周期的哪一步了呢 在思考专案生命周期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会需要非常多的对这个专案的理解 以及不只是是的 你也会需要知道在这个专案里面 我们会需要去 我们会碰到哪一些人 可以由哪一些专场的人加入 这些资讯都可以来帮助你 让这个专案生命周期的规划更加的完整 在等一下的分享我的版本里面呢 你可以来核对一下哪一些东西是你有想到的 而哪一些东西是我这边独有的 借此也可以来去刺激一下我们彼此的思考 好 那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会从提问开始 那以这个薪资与租屋居住品质观念调查的计划里面 它的最重要的提问就是 身为一个议题的研究者 我会需要一个可以方便使用 而且可以及时更新的租屋市场资料 因为有这个资料的话 我才能够回答关于居住议题的各种问题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有几个关键字 包含了我是谁 我需要什么东西 那以及我需要这些东西的目的是什么 那为了达成这样的目的 我在规划上我就需要做几件事情 第一个我需要把租屋网站的资料可以抓下来 那第二个是我有这些资料之后 我就可以来回答研究的问题 那大家可以看到中间有另外一个是 我想要把这些租屋资料开放出来 这个其实是我在参与这个案子的时候 另外加上去的东西 因为我希望这一批资料呢 也可以拿来提供给其他 也想要做研究的人 一起来做研究 那在有了这样的规划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去处理了 就是在执行面上 我们需要去做出哪一些的事情 才可以达成我们原本的目标 所以呢第一个 其实在因为591是一个商业公司的网站 所以使用人家的资料 我们就在这之前我们会先需要去处理 到底在法律上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情 那再来才会是我们需要写一支程式 写一个机器人来定期的去下载去爬591的资料 那有了这些资料之后 我们还需要去清理它 把它变成是一个方便来做研究的一个格式 那接下来是为了开放这些资料 我们需要去有一个网站来把资料放在下面 提供大家来阅读或是下载 那最后有了这些完整的资料之后呢 我们才能来回答我们上面的问题 在有了执行的过程之后 其实下一个是我们要来评估 今天这个专案到底需要花费多少的人力 以及要大概要多少时间才可以处理完 那在那个时候我们来评估 每一个项目在我们的团队里面呢 其实大家基本上对这一类的法律的议题是不熟的 那虽然我是工程师 但是其实我本身并没有非常擅长来写 这个下载网页的机器人 那所以我会需要一些时间来去学习它 那资料清理的部分 因为大家也还没有拿到真的资料 所以并不确定这件事情它会花上多少的时间 那在网站是我本身的专业 所以这个当然是没有问题 那但是最后回答问题的部分 因为前面这些事情都还没有做 所以其实我们很难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来判断 应该回答问题会需要花上多少的时间以及人力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在思考我们接下来应该要做哪些事情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回到提问 因为在我们的提问里面 最重要的事情是身为一个议题的研究者 也就是提案的人 我想要去回答居住议题的各种问题 所以在这个目标底下 最重要的其实并不是法律授权 或者是家网站开放资料这些事情 最重要的是我要可以回答问题 而要回答问题 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有一个机器人 可以去把591的网的这些租屋的资料爬下来 那有了这样的优先顺序以及最小最重要的功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分阶段的规划这个专案需要执行的事情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左边的第一栏就是第一个阶段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些资料可以拿下来 让研究者可以开始去做初步的资料的验证 或者是去了解这个资料的性质 所以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只需要跑一次的机器人 就是它只需要把当天的资料甚至不用完整的抓下来 我们可能只需要几千笔的房屋的资料 来提供研究者一个小的资料集来去做基本的研究 看看到底这份资料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其实就够了 那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 我们才需要来去处理 我们要怎么样可以长期的让机器人持续的爬591的资料 并把这些资料汇整成一个 合并成一个大的资料集来提供研究者做研究 那在满足了这个计划的最主要的目标之后 我们才来处理今天想要把这些资料公开的话 在法律上以及技术上 我们各需要做到哪一些问题 才算是可以完成我们的目的 那透过这个三阶段的规划 我们就可以把一个原本看起来规模很大 很难判断需要多少时间和人力成本才能做完的事情 切换成一个规模比较小 那我们比较有机会可以互相调整以及验证的一个模式 在看完刚才数位专案的生命周期的范例之后 我们接下来的开放练习就是要请你用你刚才学过的专案生命周期 这样的概念来去评估一个你关注的数位专案 你可以挑选一个你感兴趣的公益团体 不管它是关注社会福利 政策倡议或者是流浪动物等等 只要和公共的议题有关的团体都可以 那你可以进去他们的网页或者是部落格instagram 来去看看他们最近正在做哪一些事情 正在做哪一些数位的专案 那接下来来换位的思考 如果你是专案的负责人 你会怎么样描述这个专案的生命周期 那在执行上你会想要把可以怎么样把它切成不同的阶段 那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 你也可以来同时思考 在这个专案我们大概会需要哪一些的人 那以及这个专案它的受众会是怎么样的人 把人的性质一起放进来思考之后 也可以帮助你让你的生命规划 让你生命周期的规划能够更顺利 在这门课里面 我们先是介绍了工程师如何透过运算思维 这样的概念来去按电脑沟通 接下来我们也透过介绍专案生命周期 来提供大家一个思考和规划专案的方式 让专案可以分阶段进行 并且在每一个阶段里面都能够比较精准的去掌控它的时间 以及成本 可能会有的人问 工程师是不是只需要学好运算思维 把程式写好就好了呢 那我的见解是 如果你是一个也能够了解专案生命周期 这个概念的工程师的话 那不只可以协助你去定义出更精准的程式的目标 也可以协助你判断你和提案人以及这个提案 他们最初始想要解决的目标 以及背后所代表的价值是否相符 那对我来说 身为一个工程师 你是我们都是先成为一个一般人 我们都是先成为一个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的人 然后才是一个威胁城市的工程师 两个身份都很重要 那所以了解专案生命周期 以及了解运算思维 对我来说是同样重要的事情 因为唯有这两个专长 同时存在的时候 我们才能真的去解决一个问题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